大家好,我是阿胖 红枣别煮粥了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红枣好吃的做法 不用油,不用糖 枣上来几颗,比油条还要好吃 做法非常简单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200克大枣 先给它放入盘中 大碗中,先加入一勺面粉 一勺食用盐 再加入少许清水 用勺子先把面粉和食盐 给它搅拌化开 倒入准备好的大枣 再下手把大枣抓洗抓洗 让它都裹上面糊 因为大枣含糖比较高 所以摸起来发黏 尤其是褶皱里很容易吸附灰尘 而面粉正好可以吸附灰尘 看,抓出好多脏东西 最后再用流动的清水 把它彻底冲洗干净 洗好后先放入大碗中 再加入清水 给它泡五分钟 五分钟后 把泡的大枣给它控水捞出 先放入盘子里 下面用厨房剪刀 像这样 把里面的枣糊给它剪下来 最后再把它剪成大一点的小块 不要剪太碎 像这样吃起来 枣味才会更浓郁 然后像大碗中加入180克糯米粉 再加入150克纯牛奶 再用筷子 把这些食材充分搅拌均匀 搅到过程中 面粉可能会有一点干 但是先不要加水 因为大枣里面还隐藏一部分水 在抓的过程中 它会越抓越软 最后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面团真的是太干 太硬 那么还可以向里面加入一点垂牛奶补救 现在我们抓起一小团 大小像鸡蛋黄一样 先钻瓷式 再放入掌心里 把它团圆流 像这样 然后放在不粘的笼垫上 每个之间还要给它留大一点的空隙 因为它会膨胀 最后盖上盖子 冷水上锅 大火烧开后转中火 冒烟的时候开始计时 蒸15分钟 打开后真的是好香啊 浓浓的枣香味 看一下 这样吃红枣 口感特别的可又弹 掰开后 看着就特别有嚼劲 放在嘴里越嚼越香 又香又甜 特别好吃 如果一次性吃不完 等红枣球温热的时候 可以像这样 给它放入保鲜盒内 放冰箱冷藏两天 或者是放冰箱冷冻 三个月都不会坏 下次吃 直接加热就行了 早餐来几颗 比油条要营养好吃多了 因为无油无糖 做法还非常简单 喜欢就收藏点赞一下吧 我是阿胖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